各位观众,心思台 临眉医生在我身旁 我要代表我的朋友问一个问题 有些美女不小心蚊钉虫咬 或者不小心蚊花了 年轻时去露营 被树勾花了 有些小疤痕 很不开心 虽然有少少这里,那里,那里 觉得整脚都蚊烂,很肉酸 一说起靓,当然要问专家,问医生 临眉医生在我们身旁 我要问一问临眉医生 这些小小蚊钉虫咬 或者芥花剑损 即是疤痕留下 有什么能够弄好 有的 不过,如果你说疤痕 有时很多时都会有人混咬 尤其是亚洲人 蚊钉虫咬之后 或者暗瘡或发炎之后 其实皮肤很多时会有 我们叫色素沉淀的现象 其实是一些啡印或红印 皮肤是平滑的 只不过看上去颜色 还有一些颜色 印有时去到可能几个月 甚至半年都不散 都会挺困扰的 这其实正确来说不是疤痕 不过另外有一些 可能刮损了 去到增皮疹的受伤 或者有时手术过后 或者是暗瘡完成发炎之后 有些凹凸冻 其实那些凹凸的疤痕 就是真正的疤痕 有没有能够弄好 多谢林医生给我们资讯 但我真的觉得 有些暗瘡印或弄损了之后 好后也有个印 有没有能够弄好 或者没了色 还是可以平滑 如果適印的话 就会比较容易处理 其实適印就算什么都不处理 其实都会慢慢退 当然避免曬太阳 有些药膏外用的去印药膏 也会快一点 令到印可以消除 已经损了 损了好有疤痕 一个疤痕又如何处理 如果是凹凸的疤痕 其实等到伤口完全好之后 我们处理方法 也有分几样 最主要是令到 凹凸的疤痕 最主要是令到 它的疤痕收复 令到凸凸的地方 和凸出来的地方 拉回 平均 要多一些新的组织增生 现在的做法通常使用击光 分段的击光 或者分段的射频 或者一些传统的微针方法 也可慢慢改善凹凸的疤痕 我想问一下 我见过有些男女士都有 肚腩、肚腩、大腿、屁股都有 就像红色一条线 或者像流泥砖 有些颜色和控的感觉 它又不是弄傷 但生下生下就会有生 而且年轻人烦恼 要胃 觉得自己有病 那些是什么 其实那些很多时候 我们称是任神闻 但其实不一定是怀孕的妇女才会有 其实生长中的青少年 或者是体重突然间变化 变肥了很多 都有机会出现这些伸展纹 伸展纹可以出现的位置 就是体积突然间变大的位置 比如怀孕的话 通常是肚 乳房 大腿 如果是青少年的话 就是大腿 手臂 有时是臀部 腰部 腰部 那些位置 都会有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